公司团建,老板婉拒同事敬酒 老婆在备孕,不让喝 同事们兴奋的八卦起老板娘是谁 老板试探着看向我 老婆,这个可以说吗? 我?你觉得呢? 我和傅月安结婚,纯属商业联姻 原本我对这种包办婚姻是深恶痛绝的 但在家宴上看到他本人以后 我忽然又觉得包办婚姻也没什么不好 唯一不好的一点大概就是 我需要装模作样地表示自己是为合作而来 以至于结婚半年 我和傅月安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为此我十分苦恼 明明她洗完澡后总不爱穿上衣 露着精壮的六块腹肌四处晃悠 我却只能优雅地目送她远去 是可忍熟不可忍 跟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诉苦后 隔天我就被安排进了傅月安的公司 用她的话来说,这样才能日久生情 将这个消息告诉傅月安时 她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端起手边的茶杯轻敏一口 我没意见 我得寸进尺 那我能不能离你近点 她抬起头看我一眼 目光忧深 最好不要 傅月安虽然人很冷淡 却极少拒绝我的要求 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不自 我不自觉垂下眼 哦 她不知又触发了什么机关 传来桌上的文件重重掉落的声音 我在看过去时 她嘴唇紧敏 满脸挣扎 但如果你想的话 我没意见 我最终被安排进了傅月安公司的人力部 因为这里的办公室和傅月安是挨着的 看来这个男人还是很心软的 同事周姐给我发了本员工手册 翻开一看 非夜就是傅月安的简介 照片用了一张板正的西装照 是我没有见过的 我出神地盯着那张照片 别的不说 傅月安这张脸 就算冷成这样 看上去也是真帅啊 不愧是我见一面就松口结婚的男人 我正想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笑 周姐捂着嘴 你也觉得傅总很帅对吧 我连忙欲盖弥彰的和尚手册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暧昧表情 我都懂 刚来公司的小姑娘 很少有不被他给迷住的 不过我这个过来人 劝你还是收收心 咱们对待傅总只能是仰慕 别有其他心思 我有些奇怪 怎么了吗 他语重心肠拍拍我的肩膀 因为傅总有老婆 而且很爱他 你刚来可能没注意到 傅总每天都带着他的婚戒 生怕磕了碰了 宝贝得跟什么似的 是吗 我咋一点都没察觉到呢 周姐见我不搭枪 还以为我是心碎 连忙安慰 不过没事 你长这么好看 也不一定非要喜欢傅总 我立马批清干系 不是的 我没有觉得他很帅 只是刚好在非夜 就多看了眼简介而已 我最后一个字说完 周姐的表情立即变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傅月安不知何时站在办公室门口 看着我俩的方向 虽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却感觉到他周围的气压 似乎有些低 郑玉开口打招呼 他已经很快地转身 插着都急不离去 只留下一个看上去不太开心的背影 周姐立即紧张地拉着我 怎么办 你说傅总不帅被他听到了 他不开心了 我 不至于吧 我没太把周姐的话放在心上 时刻紧进来公司的目的 趁着摸鱼时间 我溜出办公室 试图偶遇傅月安 他却并没给我这个机会 溜了一圈又一圈 我连他一根头发丝也没见着 唯一与他有点关联的信息 还是路过总裁办时 无意听到有人讨论 感觉今天副总好像心情不太好哎 对呀 也不知道谁惹到他了 承担这一切的是我呀 光他今天的咖啡 一直说太酸太酸 我来回泡了三次啊 呵呵 你这算什么 我交文件 跑了七趟楼 资料打印了十八次 我疑惑 明明早上起床的时候 还好好的呀 该不会真是因为 我说他不帅吧 我思来想去 干脆躲到楼梯间 给闺蜜打了电话 他听我讲完 没帮我思考怎么解释 反而大吃一惊 你为了老公 都不惜去打工了 我叹息一声 不然我还有什么办法 他颇为恨铁不成钢 你是不是傻 你们都结婚了 想更亲密一点 你直接跟他说 想要孩子不就得了 我一时愣住 脸渐渐烫起来 这是我从没想过的事情 对闺蜜这么说出来 还有些羞难 可是 可是我们 还没有他难以置信 不是吧 你们都结婚半年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解释 虽然我和陆玉安 一直同床睡 但的确谁都没有越过节 不然我哪至于追到他公司来 闺蜜痛心疾首了许久 你今天就跟他讲这事 他要是还没反应 你就带他去看南科吧 指定有点毛病 我满脸通红地挂了电话 一扭头才发现 傅玉安正站在我后面 躲这里干什么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认真 我们要个孩子怎么样 他身形晃了晃 几乎站不稳 什么 我重复 要个孩子 他猛咳好几声 差点被枪住 你认真的 我用力点头 他明仅存 转身走了 我沉默 难道真的需要带他看他南科 回到办公室后 几位大哥大姐拉着我 表示要为我的道来聚餐一次 还特别邀请了傅玉安 说是带我认识认识公司的顶梁柱 我 其实不必 餐厅上菜很慢 大家一边等菜一边聊天 内容以拍傅玉安的马屁为主 服务员端来酒水以后 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只聊天 有人端起酒杯绕到傅玉安的身边 傅总 公司有您 是公司的福气 我先敬您一杯 然后一饮而尽 傅玉安顿了下 端起茶杯 维婉表示 老婆在备孕 不让喝酒 我以茶代酒吧 我心里一惊 他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不让他喝酒了 他不是没同意吗 在场的人 则直接炸了锅 备孕 傅总要有小傅总了吗 他难得地露出一抹浅笑 嗯 应该是 又有人开始八卦 那老板娘是谁啊 说起来我们都还没见过呢 一定是哪家集团的千金吧 傅玉安放下茶杯 眼神中有些犹豫 他似是不确定 试探着看向我 老婆 这个可以说吗 我 你觉得呢 我大脑飞速运转 在众人实话的目光中 缓缓放下了筷子 并假装漫不经心地 对着我旁边最近的人说 老婆 傅总问你呢 你怎么不说话 旁边的大哥吓了一跳 人都有些结结巴巴 傅总 我姓王傅玉安瞥我一眼 配合的偏头 嗯 老王 这个可以说吗 王大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那就先不说了 傅玉安点点头 好 同事们哀嚎一片 周姐戳我 四手五入一下 傅总刚刚好像在喊你老婆 是不是很刺激 我 确实是挺刺激的 刺激的我恨不得在傅玉安脑袋上打个洞 聚餐快结束时 我收到了短信提醒 打开一看 是傅玉安发来的 一会儿在停车场等我 我只看了一眼 没立即回复他 谁料这人等了许久不见我动作 直接在现场不轻不重一咳嗽 小梁 是有新信息吗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顿时聚焦 在我身上 正捧着手机的我 我甘笑两声 这都被您发现了 他前面一口茶 别让人家等急了 你要不然直接点名 让我回消息得了 在同事们好奇的注视下 我只能被迫言简一概 给他回复了个OK的手势 这男人 怎么突然这么可恶 地下停车场 傅玉安想要烧我一同回家 我还在为他刚刚的行为怨愤不已 耿着脖子 硬是拒绝了 他歪着脑袋看我 你不高兴 我继续耿着脖子 美 他伸手拽住我的小臂 把我带到了一片阴影里 不想让他们知道你 我张了张嘴 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他瞧见我的动作 嘴角勾起一个微不可查的弧度 你不想就不说 我有些亚然 忍不住脱口而出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 他转身拉开车门 问了会改变你的想法吗 我摇摇头 不会 他用手扶着车框 把我塞进副驾驶 那就不重要 我愣愣地坐进副驾驶 他已然轻车熟路地关上车门 自己去了驾驶座 看着复原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我心里莫名生出些愧疚 这样显得我对他很不真诚 但我也不能直接说 我想跟你日久生情 所以最好秘密进行吧 我想了想 还是转头 认真地告诉他 如果你有什么疑惑的事情 都可以直接问我 毕竟我们是夫妻 虽然我也不一定说实话 但偶尔敷衍一下他 还是没问题的 他握在方向盘上的手猛地用力 白皙的手背上 青筋轮廓清晰 他扭头 真的 我为表诚意 用力点头 当然 他握拳 低着头纠结了许久 而后咬咬牙 似是下定极大的决心 语气小心 那为什么你嫌弃我要貌不佳 还想跟我要个孩子 我这次是真的耿住了 他还真把那话听进去了 甚至为此念念不忘了一整天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那不都是应付周姐的吗 不然 他误会我对有夫之夫 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然后借着酒劲 胆大包天地伸出手 在他的脸上捏了一下 再说 我老公这张脸的杀伤力 我还是十分认可的 在并不明亮的停车场光线下 我似乎看见傅云安的耳根 可疑地爬上飞红 他别扭地一开脸 什么都不说 略显手忙脚乱地去拉安全带 然后点火 启动车子 车辆冲出停车位的阴影 借着出口的灯光 我十分清楚地看见 这男人真的耳朵超红 所以 原来傅云安吃这一套 回家以后 我将这是跟闺蜜讲了 他对此表示大为震撼 傅云安竟然是那种 会脱脱耳朵红的人吗 我捂着听筒 是吧 要不是今天亲眼看见 打死我也不信 他又开始咯咯笑 所以他其实是个纯情闷骚一八五总裁 我被他这一连串形容词整得有些莫名羞耻 闺蜜继续说 这么看来 你拿下 他不是轻轻松松 我 嗯 展开说说 他开始细细分析 对付闷骚男 你直接从他的反面下手 多调戏调戏他 很容易就拿下了 我不自觉重复 调戏 然后就听见身后一个熟悉的男生 跟着我重复 调戏 我下了手机差点都扔了 转头一看 傅云安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 正面路疑惑地看着我 我以最快的速度挂断了电话 你 你什么时候洗完的 怎么没声音 他又朝我走了两步 你打电话太认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竟然从傅云安的语气中品味出了一丝忧怨 他绕开我去打开床头的闭灯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似是觉得实在好奇 又登登返回来 你刚刚说 调戏什么 我想到闺蜜刚刚说的话 顿时起了些顽心 做无辜状 当然是 你呀 傅云安仿佛僵硬了那么几秒 然后又后悔自己非要问这一嘴似的 等着脸默默走了 我故意叫住他 你干嘛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要个孩子的吗 傅云安身形晃了晃 整个人被对我僵在原地 我小跑过去 任由肩上吊带滑落 只勾勾看着他 难道你后悔了 他抿着唇 好半天才哑声从牙缝里蹦出来一句 不是 那你跑什么 我眨眨眼 他许久不言语 我索性伸手 看向他的玉金 还来不及碰些什么 忽然被另一只有力的大掌紧紧估住手腕 他额上隐隐闪现青筋 隐忍道 我们应该先先调理好身体健康 我默默看着他闪烁的眼神 心里突然生出一种真实的担忧 虽然我也不是那极色的人 但他这怎么跟借过毒似的 一直到第二天 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闺蜜重新给我打来电话 我才又把昨晚的事跟他讲了一遍 我就算是那盘斯洞的妖精 他也能是无敌忍者 他惊讶 这男人这么有定力 那你得激发点他的危机感 让他主动起来才行 我深以为然 但是转念一想 他能有什么危机感 我俩商业联姻又不可能离婚 闺蜜想了想 就男人嘛 哪个能容忍自己的老婆 跟别人眉来眼去呢 反正我不信傅月安这种人 会一点不在乎 你随便试试 如果不奏效 咱再想其他办法就是了 我对他的话向来十分相信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部门晨会时 我特意选中了一个小有自色的同事 坐他旁边 同事叫陈祥 是个实习生 长得十分清秀 在公司的资历 比我还多两个月 他见我过来 特意挪了挪凳子 给我让位 梁姐 我抱着笔记本朝他笑笑 来这么早 他挠了挠头 嗯 积极一点 总不会出错的 你别说 这小伙还真是可以 傅月安迈着老人布 姗姗来迟时 看到的就是 我和陈祥谈笑风生的一幕 他顿在门口 主管歪着身子叫他 副总 您来了呀 他眉间凸起一小块 语气很凌厉 我再不来 你们连会议的基本制度都要忘干净了吧 主管顿时有些不敢说话 其他摸鱼的人也默默藏起了自己的手机 傅月安在人群中扫射了一圈 伸手拢了拢自己的西装外套 严肃表示 会议进行时 禁止交头接耳 主管连连称事 可是会议明明还没有开始 他这样 该不会真是因为吃醋了吧 我趁他还没坐下 小声对陈祥说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很过分 陈祥似乎有些害怕傅月安 压低了声音 梁姐 等下再说吧 这孩子的确老实 我也不便拖着他一起摸鱼 只能百无聊赖地看着他 认真做会议笔记 一直到会议结束 会议室里的欺压都显得很低 大家都想赶紧逃 我也不例外 可是傅月安说完散会之后 居然还又加了句 梁七月留一下 陈祥眼神立即变得愧疚 对不起梁姐 一定是怪我跟你聊天 我连忙摆摆手 没事没事 是我的问题 如果真是吃醋了 才正合我意呢 等最后一个人走远 傅月安起身 去关掉了会议室的门 我等他转身 主动问 有事吗 他悠悠夺不回来 盯着我看了半天 似是想说什么 但又碍于某些原因 硬生生在努力憋住 最后他视线 落在我手边的一包小鱼竿上 起唇 备孕期间不建议吃海鲜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就这个 他点点头 嗯 可你看上去分明就不是要说这个 再不说 我可就不听了 好 我抄起笔记本 静止离开 在我的手触碰上门霸的瞬间 傅月安又重重咳了一声 我立即横给面子的转头 嗯 他右手捂在嘴巴上 表情做得很是不经意 你喜欢那样的 哪样的 我故意装不明白 他似是不想让我觉得他很在意这事 又是一套漫不经心的动作连招 把桌面上的文件夹都收起来 才慢悠悠哼挤 就那小白脸 也就还好吧 意味不明地说完这两句话 他连麦几大步 直接抢在我前面出了会议室 我默默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明明看上去如此高大金贵 怎么莫名透露出一种仓皇逃窜感 想到他刚刚嘟嘟囔囔的语气 我忽然由衷地觉得 这男人似乎也不是那么难拿下 中午休息时 陈响忽然跑到我的宫位旁边 低头塞给我一杯奶茶 我疑惑 这是 他有些不好意思 害你一个人被老板批评 我很过意不去 我被他的表情逗得想笑 这有什么 他其实没批评我 陈响认真看着我 梁姐 你不用这样安慰他话还没说完 身后传来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 你们人力不 每天都这么闲的 是不知何时晃悠到门口的傅玉安 他面露不悦地看着我 我插腰 现在不是休息时间吗 他一时无言 在门口暴毙徘徊两圈 走了 一直到下午 陈响被叫出去一趟之后 乐颠颠地回来收拾东西了 我奇怪 你要去哪 陈响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喜 梁姐 我转正了 我还去了我最喜欢的市场部 我 啊 陈响满眼感激 说我把副总想得太可怕了 他其实根本就是个好人啊 是傅玉安的意思 那我好像猜到他突然转正的原因了 陈响继续补充 只是可惜市场部还在楼上 和这个办公室离得很远 我确定了 我露出微笑 那祝你工作更顺心 他 谢谢梁姐 等陈响走后 我细气盘算 从傅玉安今天的种种异常来看 他200%是吃醋了 只需要再小小推一把我不自觉笑出声来 然后被周姐来了个迎面肘击 你哥这乐啥呢 傅总早上给你骂傻了 我回归现实 眨眨眼 没有啊 傅总这个人 也没有那么凶的了 周姐立时换上一副惊恐的表情 七月 你该不会终究还是 对傅总动了心吧 这可不行啊 我无脸 哎呦 这哪跟哪呀 晚上回到家 我和傅玉安都默契的 没有主动说话 他安静地浮在书桌前看书 我窝在床上外放视频 声音调得刚好能确保他听见 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声 缓缓自听筒传出 夫妻之间 为什么会越相处越平淡 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男人 一定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照顾到妻子的情绪 眼见傅玉安似乎有了些动作 我将声音又调大了点 长期的无碍婚姻 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名存实亡 傅玉安终于合上了他的书 他缓步朝我走过来 还不睡觉 我的视频仍在继续播放 如果丈夫对妻子总是充满质问 无疑是一种不健康的相处习惯 他一个亮呛 可以声 说睡觉吧 手机里的老头又开始讲 如果丈夫对妻子总是命令 更不应该 他深呼吸一口气 我睡觉了 我憋笑 憋得快崩溃了 只能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不笑出来 好 傅玉安小心翼翼地躺进被子里 就听见手机里悠悠的声音 对于各有事业的夫妻 更应该珍惜夜晚的相处时间 仅仅用来休息 或许是一种逃避亲密关系的体现 他身体顿时一僵 你在看什么 我实在憋得受不了了 索性关了视频 我在学习我们的相处之道 他呛了一下 没说话 我挪了挪 靠他靠得近了些 既然都决定了 你不希望我们更亲密一点吗 他往远处挪了挪 跟我拉开距离 你明天想吃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虽然他还是在躲 但怎么看着那么可爱呢 我想了想 决定今天就逗他到这里 都可以 他见我终于不再继续刚刚的话茬 整个人如释重负 隔天 我将实施进度汇报给了闺蜜 当然 还是躲在公司的天台上 闺蜜笑得合不拢嘴 我怎么感觉他这副样子 像是早就已经被你拿下了呀 我连连摇头 不可能 他之前在家里 甚至都不主动跟我讲话的 闺蜜思索了一会儿 我觉得要不然 你干脆就在公司 也调戏调戏他 直接把话说明白的了 我有些不敢 可是这样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怕什么 你俩正经夫妻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啊 好像也是哦 我当即就开始行动 随便接了杯热水 我假意送文件 敲响了复原办公室的 大门 进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 放哪儿 他连眼都没抬 我放下热水和文件 可以了 他催我走 我占原地不动 干神他 有些不耐烦地抬起头 看到我的瞬间 他眼中的情绪顿时转变成错愕 你怎么来了 我眨眨眼 将那杯热水推到他面前 我来看看老公工作的辛不辛苦 傅月安的耳朵几乎是瞬间就红了 他立即别别扭扭地转头看风景 说话都有点结巴 不 不是你说要保密的吗 我绕开他的办公桌 走到他身边 傅儿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 要悄悄的哦 他耳朵的粉红变成了飞红 我故意轻轻碰了下他耳尖 诶 你耳朵怎么这么红 傅月安原本执笔的手猛地捏成拳头 太热 热 我转头看了一眼他26度的大空调 你这小子 真是说瞎话不打草稿 我也不想在公司太过头 拍拍他的肩膀 那好吧 表现不错 继续努力 我走了 他刚做事要点头 传来敲门的声音 周姐急匆匆地推门进来 副总 这里有一份紧急文件他愣住了 我的手还搭在傅月安的肩膀上 我赶紧把手收回来 周姐看看我 又看看傅月安 直接瞳孔地震 从傅月安办公室离开后 周姐十分严肃地把我叫去了天台 你这孩子 怎么回事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就是不听呢 我默默看着他 不知道该做何解释 周姐语重心长 你这么年轻漂亮 且还有大好的将来 何必何必要他插起腰 副总就是再优秀 也不能成为你破坏别人家庭的理由啊 我不太想他再说下去了 其实不是我这人不爱听 主要是我很担心他此时说的越多 知道真相时就会越后悔 于是我赶紧对他深深拘了一躬 对不起周姐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去工作 他在后面跺脚 你这小姑娘 周姐会再来找我深入聊天 我其实并不意外 但我意外的是 他居然是先去找了傅玉安 此时他正故作高深的搅动杯中的美式咖啡 7月 我已经找副总谈听过一轮情况了 我大惊失色 你 你找傅玉安 周姐重重点头 似乎对我的反应不意外 是的 不过你不用怕 我没有把你供出来 我稍稍安心些许 他继续说 我只是去跟傅总说 我有个年轻漂亮有钱的表妹 暗恋他好多年 问他有没有希望见一面 你知道傅总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我不自觉问怎么回答 周姐仰头喝了一口咖啡 他给我讲了他跟他老婆的事情 我虎屈一震 傅总跟他老婆是多年的情谊了 旁人是绝对不可能有即可乘的 真的假的 我明明跟他从见面到认识 也才两年 你别不信 他亲口说的 高中时期就开始喜欢他老婆了 喜欢了很多年 才好不容易结婚的 什么呀 高中我都不认识他呀 而且 他说得很肯定 他永远都只会爱他老婆 还一边展示他的戒指 一边让我帮他回绝掉 一切有可能会产生误会的事情 有点不好意思 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难以置信 你确定 这些都是真的吗 周姐早有预料般掏出手机 我就知道 你不会轻易相信 还好我录音了 五分钟后 我彻底凌乱了 确确实实是傅玉安的声音 但是这些事情 跟我知道的 怎么不太一样 周姐还以为我不肯放弃 继续劝说 七月 我很喜欢你的条件 也是真不希望你误入歧途我扶住她的肩膀 姐 谢谢你 不过我现在可能有点事需要办 下回请你吃饭 有什么事需要办 当然是找傅玉安问个清楚 凭我对她的了解 她不可能为了拒绝谁 特意编一个故事 那这套故事又是从哪来的 回到家 我将周姐刚刚录音的一小段 发给了傅玉安 她原本在案前看书 听到消息声音 漫不经心地拿起手机听 然后脸色略显异样 我冲她摇摇手机 要不要解释一下 傅总 她面不改色地放下手机 想听什么 我走过去 我们不是家里安排宴会时 才见面的吗 哪里来的多年情意 她敏唇 语气有些忧怨 可我高中就认识你了 但你那时候眼里只有学习 哪里有功夫知道我 我想了想 因为那段时间和家里有些矛盾 我卯足了劲儿学习 确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有些惊讶 所以你真的高中就喜欢我了 她点点头 嗯 从你表演大提琴那次开始 拉大提琴是校庆室安排的节目 我自己都快忘记了 我亚然 那该不会联姻也是因为你吧 她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地轻轻恩了一声 一开始不是说你不同意吗 我还以为没希望了 她沉默片刻 还是问 怎么后来又改口了 我有些哭笑不得 如果我没看到你本人 真真是不会同意的 她眼神立即一亮 所以你也对我一见钟情 我甘笑两声 纠正一下 只是见色起意 傅玉安陷入沉默 良久 她抬眼 那现在呢 你猜 我故意卖了个关子 她盯着我的眼睛 睫毛扑扇两下 突然来了句 老婆 告诉我吗 啊啊啊 她媚惑我 傅玉安忽然又抓住我的手 轻轻将我的手掌展开 然后将自己的下巴放在我掌心 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真是受不了了 我反手 捂住她不停放技能的眼睛 决定让她也开心一下 现在 很喜欢你 话落 我感觉手心被两把软软小小的刷子 来回扫啊扫 好痒 自从把话都说开以后 我明显感觉到 傅玉安跟以前很是不同了 以前无论我怎么调戏 她都窥然不动 坚定得好像要当兵 现在她时不时就要主动魅惑我一下 甚至好几次洗澡的时候都不关门 对于调理身体健康这样的话题 她更是绝口不提 问就是 被孕要积极 被孕要趁早 那之前那个无敌忍者是谁 我请问呢 在家里就算了 在公司 她也开始蠢蠢欲动 周杰很是不安 七月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副总来人事部的频率特别高 我装傻 啊 我感觉还好吧 她忧心忡忡 会不会是因为副总告诉了我她的秘密 她现在后悔了 想要把我给灭口了 我一口茶 差点喷出来 不是不是 不会的 你别担心 她仍旧是一副坐立难安的表情 我只得偷偷找了个时间 逮住傅玉安 你是不是故意的 干嘛没事 老去我们部门晃悠 她一脸委屈 得空了 想去看看你 也不行吗 我无脸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变的 可是你这样 大家都会察觉到不对劲的 傅玉安歪着脑袋想了想 那你为什么不想公开 我一时语色 之前是因为想来趁机促进和她的感情 如今都心意都已经明了 我倒也确实没什么反对的理由 但公开这种事 我怎么想 怎么别扭 只能表示 不要直接公告一样的宣布 但是如果有人问你的话 可以说 应该没人胆子那么大 敢直接问吧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忽然又想起之前 某人好像并不是这么说的 不过你之前不是还说 如果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就不问吗 难不成都是装的 她胸有成竹地看我一眼 但现在 我不是改变了你的决定吗 嗯 好像是哦 我不愿承认自己弱势 瞪她 所以你怎么突然变了 傅玉安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之前你不喜欢我 公开一段图有名分的关系 当然也没什么意义 好像也有道理 我依然不服 那之前 我怎么挑逗你都是个忍者呢 你又怎么忍得住 她表情很认真 那不是忍者 是尊重 如果你并不喜欢我 我的确认为 就这样草率的 为亲密而亲密 是对你的不尊重 而且这样的话 我也真的真的不敢 说到最后 她已经有些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 啊啊啊 她的形象 怎么突然那么伟岸 然而傅玉安的形象 并没有伟岸几天 就崩塌了 就在我同意 有人问的话 可以说出我们的关系的第二天 周姐就来给我道歉了 七月 你 你 原来你就是傅总的老婆 我本想敷衍 但想到之前自己的承诺 还是点了点头 抱歉啊姐 之前一直瞒着你 等会儿下班 请你吃大餐 周姐的表情 顿时变得惊恐 对不起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冒犯了 七月 你别计较我抓住她的手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有这样的你在 我才更放心呢 周姐的表情 这才渐渐放松下来 我继续问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周姐指着门外 大家已经都传开了 我也是从主管那儿听说的 我又找到主管询问 主管先是恭恭敬敬 叫了我一声老板娘 然后又做回忆状 说来也是奇怪 当时我本来只是去找副总汇报工作 结果他看着自己的戒指 突然就开始傻笑 可把我吓了一跳 然后我本来想走 副总突然叫我 然后问 难道我就不好奇 他老婆是谁吗 我哪敢当面八卦老板 当然是说不好奇 结果他好像看起来十分不高兴 又很不甘心地问我 真的一点不好奇吗 我只能大着胆子说 其实有一点好奇 然后他就又开始笑 说哈哈 那我就告诉你吧 你们部门梁七月 就是我老婆哦 虽然但是 副总那样子 我还真没见过 吓了好一大跳 谢谢 我也吓了好大一跳 这个傅玉安 哪有他这样的吗 反正都传开了 我干脆气冲冲进了傅玉安的办公室 在他愕然的目光中 我飞快锁上办公室的门 傅玉安 你干了什么好事 他正在批阅一份文件 听到我的质问 又缓缓和上笔盖 嗯 满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恨恨咬牙 我是说别人问就可以说 但是你干嘛 非常任人家问吗 他唇角勾起笑意 老婆 你发火的样子好可爱 有病吧 这人 我又羞又恼 挤不绕过去要打他 你怎么脸皮都变厚了 他笑意不减 真的好可爱 我 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怎么那么可爱 我真服了 因为傅玉安的一顿操作 我和他的关系 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公开了 我在公司的地位 直接水涨船高 从前人人叫我小梁 如今人人叫我老板娘 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傅玉安特别高兴 大家也都特别高兴 一次偶然被我撞见 发现是主管在带头科CP 啊 我来这公司四年了 从来就没见过那样的傅总 老板娘的力量 不容小觑 那可不是吗 你们注意到没 傅总以前明明最不爱出办公室 现在动不动就要跑出来瞎溜达 其实就是在偷偷看老板娘 对对对 开会的时候也是 表面上在听大家汇报 私底下居然在偷偷给老板娘发消息 以前没发现 你这么一想 他俩真的好甜好般配啊 他们聊得嗨了 一个转弯 乍然看见我 一个个惊得花容失色 为首的那个小妹连连道歉 对对不起老板娘 我我们不是我赶紧摇头 没事没事 我正想着要怎么表示 我并不介意这事 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用道歉 他不介意 我更不介意转头一看 富玉安正背着手慢悠悠走过来 脸上甚至还挂着满足的微笑 我爱听 很好听 多说点 主管震惊 副总你他笑笑 乐颠颠地走远了 留下一众面面相去后 开始起哄的同事 老板娘 你看啊 副总还让我们多说点 话说老板娘到底是怎么把副总调教得这么好的 能不能出一期教程 老板娘 以后如果我想跟副总请假的话 能不能先找你呀 这样他肯定不敢不给我批老板娘 你们都开始备孕了 是啥时候结婚的 婚礼是不是很盛大 七嘴八舌的声音 我完全听不过来 只能选择捂着耳朵 暂时性逃顿 并将这一切归罪于傅玉安 他一边帮我吹着头发 一边变得十分委屈 这怎么能是我的问题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腰硬说哟 就是你太迷人了 把我魂都迷走了 以前真是没发现 你这人说起这种话来 竟还是一套一套的 他轻慢碾了一缕我的头发 这有什么 然后快速将头凑到我耳边 故意贴着我的耳侧呼吸 你没发现的还有很多 想不想探索一下 我因为怕养不自觉 缩起脖子 他就用另一只手 扶住我的脖狗 别躲 老婆 他手上的动作加快 头发吹干 关上吹风机的瞬间 我的唇被他的唇堵住 说好了要个孩子 总该早点实现 我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人已经被压倒在床上 别看他这样说 等到真有了孩子 他又后悔了 此刻傅月安正 伤春悲秋地望着窗外 怎么这孩子 一胎要怀十个月 他绕回来 摸摸我的肚子 宝宝 你再不出来 爸爸真的要受不了了 我悠闲地躺在床上 不说话 傅月安凑过来 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又想往下探 我捏住他的嘴巴 他哭唧唧 就亲一下 我飞快啄了一下 他的唇 好 傅月安只乐了一瞬 又继续委屈巴巴地念叨 不过我没听清 最后 他还是任命地爬上床 一边摸着我的肚子 一边哄我睡觉 我半夜迷迷糊糊醒来时 发现他正含糊地嘟闹 老婆 再亲一口 我忍不住笑出声 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以后 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时间 去浇灌幸福